人终有一死 尽管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 那么人死之后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呢 我们的意识或者说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吗 如果存在的话 它会何去何从呢 来生有可能吗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首先死亡的定义 其实并没有它字面上的那么简单 如今的临床死亡确认 基本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心脏标准和大脑标准 也就是心脏停止跳动和大脑停止工作 如果同时满足这两项的话 就可以官宣已经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不过令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的是 心脏有的时候却可以在大脑死亡 整整一周后继续跳动 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在1998年就研究了175具这样的尸体 尽管它们的大脑已经不在工作了 但是心脏似乎还不服输 继续保持着跳动 科学家把它们称为心脏跳动的尸体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谁也没有清晰的答案 那么反过来心脏停止跳动了 我们的意识也会立即消失吗 科学家现在已经有证据显示 即使在已经宣布临床死亡之后 过去了数分钟甚至数小时 意识依然还是存在的 这就奇怪了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毕竟人死之后是不可能做起来 告诉他们自己这段时间 到底在想些什么的 别说科学家的证据 还真的就来自这些 死了之后又做起来的人 这得感谢现代医学 因为如今的医生 已经拥有了更好的药物和设备 能够最大程度的将一个病人 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哪怕他们有可能已经跨过那条线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实际上就经历了一次 所谓的冰死体验 根据2014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 有800万的美国人 声称自己曾经经历过冰死体验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 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更大 这些经历过冰死体验的人 都几乎讲述着相似的故事 比如要么是被明亮的光线包围着 要么就是能够看到明亮的光线 一种平和的感觉 红托着自己 身体上的一切痛苦 似乎都消失了 感觉时间变慢 或者变快 等等等等 这些感觉如此普遍 以至于神经学教授布鲁斯·格雷森 专门在1983年 开发了一个冰死体验亮度表 通过16个问题来 确定一个人是否经历过冰死体验 这些还不是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那些曾经在手术台上死过几分钟 但最后却硬是被医生拉回来的人 嘴里面说出来的话 才更为离奇 他们能够精准地说出 呼吸停止的这段时间内 医生和护士们 是怎样围绕着自己周围忙碌的 不止如此 他们甚至能够描述 整个房间内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感觉到 自己已经漂浮于手术台上面 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 俯瞰这束表演了 为了验证这些冰死体验者 说出的话是否属实 纽约大学的科学家 启动了一项专门的研究 他们将一些特定的设备 放置在手术室内 这些设备会发出特定的声音 与投射出特定的图片 尤其是根据冰死体验者 生成的漂浮经验 科学家们专门把投影图片 设置身只有当你位于 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才能看得见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要是扶不起来 肯定是看不见的 这样的研究 分布于多个国家的 食物所医院里面 同时进行 花了4年多的时间 科学家尝试了解 那些心脏骤停 并被暂时宣布死亡的患者中 有多少还能够回忆起 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经历复苏手术室的刺激画面 结果没有意外 他们几乎都能够说出 那段时间 手术室面播放的音频和画面 哪怕已经被官宣死亡 进入来世做准备吗 至少有了科学家 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推测 这些怪异的冰死体验 其实是由于我们的 副交感神经系统 和交感神经系统 正在加速向死亡冲刺 所造成的 因为通常情况下 这两套神经系统 是根本不会并肩工作的 所以在他们组合起来之后 有一些奇怪的感觉 也并不会奇怪了 这难道就是他们的 最后的狂欢吗 好吧 不管是否有来生 活好这一生都相当的重要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告诉我 你对生死有什么样的看法